黑鹰直升机究竟有多重要 美国宁愿21投入打水漂 也要继续升级黑鹰 2001年黑鹰坠落在全球上映 影片中美军第160特种航空团 驾驶黑鹰直升机 在这三角洲部队前往索马里的 摩加迪沙市营救商员 但却在市区被人用RPG一发入魂 这个镜头让很多观众至今记忆有心 不过话又说回来 黑鹰直升机虽然有这样那样的败气 但瑕不掩鱼嘛 从上之际70年代研发到今天 黑鹰直升机仍然在世界上享有很高的声誉 美国更是推出了一款又一款的升级型号 前几天更是传出消息 称美军宁愿放弃未来侦察直升机的项目 也要省钱来继续升级黑鹰 这款直升机究竟有何优势 让美军如此看重 大家好 我是地勤老亨特 咱们今天来聊一聊 美军最优秀的通用直升机UH-60黑鹰 作为希克斯基最成功的作品之一 黑鹰直升机截止到2023年1月 已经有着5000架的产量 并衍生出诸多型号版本 彰显其通用性的强大 运输反潜电子战 搜索侦察空中救援 可以说这款直升机除了不太适用于 城市巷战环境之外其他直升机能干的活 这黑鹰基本都能干 在执行空中的突袭任务时 黑鹰可以装载11名军人和相应装备 或者一次同时装载一具105毫米M102榴弹炮 30发105毫米弹药和4名炮手 并且它还可以被C130运输 有着很不错的战略机动性 黑鹰直升机的设计起源于美国陆军 在1972年提出的使用战术运输飞行系统 希望能替代老旧的UH-1伊洛奎直升机 在该项目中美军提出目标 希望能够拥有一款有装甲 能运兵爬上能力强 而最好架子还足够介绍的直升机 在设计指标发布后 至少有三家公司提交了多种方案 其中西克斯基的YUH-60A 和波音公司的YUH-61A方案挺到了最后 原本美军在两者作品之间还有些犹豫 但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 却是陆军做好了决定 一架正在夜间试飞的黑鹰直升机 突然发生意外事故 坠落到密林之中 这次坠落只是让飞机轻微受损 且无人员受伤 因此该机在更换悬翼后 居然自己又飞了回去 这样的表现让陆军十分喜欢 当即拍板决定西克斯基中标 而该公司的作品也被正式命名为UH-60A 据了解 黑鹰原型机最初安装的是固定后裂平翼 但这会导致直升机在降落和悬停时 击鼻上扬 经过一系列研究和测试后裁 改为可下片平直平尾式样 并进行大量投缠 它的悬翼和尾翼都是四叶的 可承受23毫米炮弹的打击 尾片悬翼 蒋液 由太和金 易良 波鲜蒙皮 风国新 前缘 涅魔死户套组成 为蒋式碳纤维 环氧树脂负荷材料制造的 垂尾下方还有平直的飞行稳定尾翼 在低速和悬停时平尾下偏 以免影响直升机姿态 它的发动机为两台 通用电器T700G1 700涡轴发动机 单台功率1650轴马力 最大平飞速度为293公里每小时 即使一台发动机出现故障 黑鹰仍可以保持195公里每小时的飞行速度 两台发动机之间安装有一台 T62T401辅助动力单元 用于启动发动机作为地面辅助动力 在起落架方面 希克斯基为黑影的三点式起落架 配备了重型减震器 可承受作战时的粗暴着陆 UH-60A的座舱编制为三人 包括两名飞行员和一名飞行工程师 都配备有防弹座椅 一般情况下黑鹰可以装载11名士兵 当然挤一挤的话 装20个人也不是问题 试想一下地面的美国大兵一个电话 黑鹰直升机分分钟就拉过来一舱面包人 这种威慑力简直是出门在外震场子的必备 当然光会拉人也不行 火力也得跟得上 不然怎么愉快的去外国玩耍 除了直升机中普遍常见的机枪之外 美军早在1987年就完成了黑鹰发射地狱火导弹的实验 火箭发射槽什么的也都是应有尽油 因此该机的反坦克火力十分可观 从整体上来看黑鹰直升机机长19.76米 主旋翼直径16.36米 因此中央有宽敞的机舱 它的起飞重量为9185公斤 机腹吊锁挂钩可吊起4080公斤的货物 比如一门105毫米火炮或一辆焊码 前面咱们曾经提到过 黑鹰能够周标是因为它的疑似坠多 这一点其实侧面反映了该机的安全性 它的机身采用的是半硬壳式氢合金 抗坠毁结构 防弹座椅除了能够防弹之外 还有不错的减震效果 同时黑鹰直升机还配备自动断电 切断油料供应的系统 尽可能的确保直升机的坠落后 不会发生爆炸 1983年美军对格林纳达展开愤怒行动 这也是黑鹰直升机的首销 一下黑鹰直升机顶着敌人的炮火 载着伤员成功返回基地 事后地勤人员在该机身上 发现了至少40个大洞 主旋翼和围角上都有着不少 但就这样一个战损版黑鹰 还是成功的带着飞行员返回了安全地带 它优秀的战场生存能力 也得到了美军的认可 至于那场被称为黑鹰 至暗时刻的索马里行动中 美军虽然损失了两架黑鹰 但其中一架依然以它强大的抗冲击力 保护住了出驾驶员外 其他乘越的安全 因此即便是经历了黑鹰坠落时间 美军依然对它信任有加 对其进行了多次升级 让它变得更加通用 在一众升级型号当中 有一款黑鹰十分神秘 它就是击毙本拉登的隐身黑鹰 目前关于隐身黑鹰的资料非常稀少 只有一张照片流出 从图片中我们可以看出 这是一架经过大幅修改的 EH60电子战和信号情报变体的黑鹰 该机搭载了AN ALQ-151 Quick Fix系统 能够拦截敌方发射的电子信号 并提供侧向信息进行定位 当然这架直升机最明显的特点 就是对机头发动机和主变速箱 以及发动机进气口和排气口的结构修改 所有这些特征都是为了减少其雷达信号而设计的 它的短衣可以为该直升机提供两个挂载点 用来火力输出 另外它的隐身外形设计 也和贝尔在上世纪80年代开发的隐身版 叫马勇士直升机有些相似 只不过对于这架隐身黑鹰的信息 美军一直都是讳莫如深 从未主动公开表露过该机的行动细节 事后也从未出现过关于该机的照片 目前美军已经为黑鹰发展了30多种延伸型号 尽管这款直升机已经陪伴了陆军走过了45个春秋 但目前美军仍然没有彻底将其放弃的打算 贝尔V-280虽然称之为黑鹰替代者 但实际上美军目前也只是打算让其替代黑鹰的一小部分 剩下的直升机还会接着改进或者被慢慢更换 2020年美国陆军计划将所有的黑鹰直升机全部升级到V型 最终实现760架黑鹰的现代化工作 UH-60V采用诺格公司的升级改良方案 以包含整合式电脑系统 视觉显示系统 以及新型玻璃驾驶舱 替换UH-60原有的类比式仪表盘 UH-60V也是美陆军首款采用模组化 开放式构架设计的直升机 不但让先有机队延寿 改良后的性能更趋近于全新制造的UH-60M 至于黑鹰更远的未来 老亨特个人认为它依旧能挺一段时间 虽然自从无人机出现之后 美国陆军对直升机显得越来越不耐烦 前几天更是宣布取消了耗资20亿美元的 未来武装侦察直升机项目 该项目原本是打算取代已经退役的 UH-58D武装侦察直升机 在去年就已经进入竞标的决赛阶段 无论是贝尔的360不趋势 还是西斯科基的突袭者X 都十分具有科幻美感 性能也是一个比一个强劲 但最终这两款优秀的作品 都被陆军狠心拒绝 拒绝的理由并非自尽超支 国会阻拦 而是陆军认为 未来的空中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 美军认为 无人机才是未来战场的主流 继续发展侦察直升机 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但黑鹰直升机不同于竞标的那两位 它在美军甚至在全世界的军队中 有着庞大的服役数量 不是说停它就能停的 美国陆军采购负责人表示 美国陆军将利用 取消未来攻击侦察机计划 所释放的资金 来升级UH-60黑鹰通用直升机机队 以及生产V-280 前者因具备航程距离远 机动速度快 可靠性强的特点 满足了美国陆军高层的刚性需求 而黑鹰直升机 则可以和美军发展的无人机相互配合 在未来战场承担更多的指挥和控制人物 以提升协同作战的能力 同用电器新研制的T-901发动机 未来也会给黑鹰换装 届时其飞行性能也会迎来一波巨大的提升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没订阅本频道的记得订阅一下 在这里老亨特先行谢过 你的支持是老亨特做视频的最大动力 最后在祝愿屏幕对面的你 今晚能做个好梦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